想看五彩轩利的大道城烟火节 原定15号登场 但如今确定还得再等等了 那边那木头一大堆 这个已经牵很多了 苏迪勒雨仗大台北 加上北市接连好几天下午 都降下倾盆大雨 大道城烟火节只能临时喊咖 主办单位赶紧请来两个警卫 看管暂时存放在淡水河边的 大批烟火 他们现在就在东啸桥 他们现在要去撤回 仔细看原先规划 要让民众观赏烟火的区域 还堆积着厚厚软烂黑泥 一旁还有漂流木 原本绿油油的河冰地 成了烂泥场 8月8号当天 大水就淹到柱子的这个高度 可以看到六天过去了 脚底下却还满是泥泥 虽然已经勉强清出一条路来 但想更靠近河岸边 根本不可能 阿兵哥们都还在那边整理 对 应该是没有办法了吧 太多东西 太多那个垃圾 所以最好是延期比较好 现场尼坑惨状 北市福根一度错估行事 8月8号大稻城码头 水淹至少一公尺 8月9号相关局处场刊后 表示绝对亲得完 8月11号官船局召开记者会 宣布活动照办 但却在两天后决定暂缓 那其实大雨一下那个场地 它就是还是会泥泥 那也会造成民众 进场跟疏散的动线受到影响 大稻城烟火节 连续两年命运多船 2014年由于协助高雄气暴救灾 活动临时取消 2015年又因为苏迪勒台风 延后举办 虚拟烟火何时能真实绽放 除了市府家加油外 还得有赖天空作美 接着这种采访台北采访报道